正面來看還是一樣的是畏鎖啦 當然你可能會希望你是這邊這一個 但是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 呼吸道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305集的節目 今天接著和大家分享 王國系列核心級的老鼠 和會話呢 獲真駕駛者是一隻老鼠 BW系列裡頭呢 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角色之一 至少對我來講的話呢 這個傢伙呢 對他的第一次 收集到他的玩具呢 是應該是2014年的時候 IDW的時候推這個Deluxe Class 那麼這款玩具呢 應該是我認為IDW那條產業線裡頭呢 屬於是排行次屬於前幾名的玩具 非常棒非常好玩 除了他的身上的這個 這個 這種叫什麼 獸皮的這些部件啊 就是感覺是比較容易擺 擺痕的 當時是比較多人去詬病了啊 其他來講的話呢 這一款Deluxe等級呢 當時可以說做到非常的精彩 包括了這個這個老鼠的一個什麼炸彈的 什麼都已經安藏在手臂裡頭 那若干年之後的話呢 前一陣子呢 有第三方推出的小比例的老鼠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是絕對沒有這一款 官方核心級的這款 這麼樣的精彩了 可以看到配色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他的一個目前網路上的一個價格呢 這個標道 我看到好像已經是幾乎是原價的 幾乎是翻了快要一倍啊 好像新台幣可能要六七百塊錢 他能買得到 原價四百塊錢左右 是現在大概要六七百錢 他能夠買得到 那是目前核心級玩具裡頭 被炒的價格最高的一個 那相較於舊的模具的話呢 啊 BW雖然我沒那麼熟 但是呢 至少在這個尾巴的這個位置上面啊 我想 正面來看還是一樣的 是位所啦 當然你可能會希望你是這邊這一個啊 但是啊如果翻到側邊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了 尾巴的這個分配位置來講 這一款新的C級的話呢 感覺是比較 啊 感覺是比較正常一點 當然動畫裡頭 我真的有點忘記 老鼠的這個尾巴是放在哪 啊 應該說老鼠的尾巴在哪 我知道 但是變成機器人之後的尾巴在哪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他的一個配件呢 有一把槍 這把槍的話呢 是這個沒有任何的塗裝 那比較可惜的是這一把槍呢 啊 在獸型下呢 是沒有辦法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收納的 那他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的話呢 他後面還真的是多做了一個空洞啊 這個空洞呢 真的是給我們收納槍用的啊 那個空洞在變形的時候呢 是沒有任何參與的 那他的手的一個枸灶呢 比較特殊一點 他的手臂呢 並非是連接身體 而是連著後面的背包再過來啊 但是看上去的話呢 也是非常的自然的 甚至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在可動方面呢 會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表現 轉動的時候呢 你要擺出一些 側邊舉手的一個動作的話呢 你要稍微去熟悉一下 他的兩個球形關節 這裡一個 還有這裡一個 那這個拳頭的話呢 這裡呢 做成這個樣子 我還以為拳頭可以賺啊 但是呢 還好他不行啊 你作為一個官方的C級 你要是屌打自己的L級 那就是以下犯上了啊 這個玩具就應該把它砸爛了 頭上的話呢 一樣是有一個類似於是 腦袋外露的一個塗裝的感覺 眼部呢 嘴巴呢 都有紅色的塗裝 還有兩顆牙齿啊 非常可愛 老鼠的頭呢 水汪汪的眼睛都在這裡 腰身無法動之外呢 下盤呢 可以說是非常高可動度 那因為變形成獸型的時候呢 他的一個足部呢 要多一個可動 所以這個地方硬是多了一個關節 那這個關節其實也是蠻重要的哦 變成說他的一個膝蓋 你可以視同是一個雙洞關節 人物在站立的時候呢 會提供更多更多的一個站立的可能性 那麼腳的話呢 是一個變形的時候呢 會需要轉動 那我手上這一款的這個腳底板啊 非常的緊啊 我已經上了戲哦 但還是非常的緊 應該是因為這個腳掌是塗了一層塗裝的關係啊 導致於說他的一個一個鬆緊度是非常的緊實的 那惡話不說 我們立刻呢 進行他非常精彩絕妙的一個變形了啊 首先把後面這個地方給打開 它是有個小小的一個卡扣的那個地方 給打開 扣的呢 不鬆也不緊哦 恰到好處啊 這個鬆緊度啊 這個結合跟離開這個感覺呢 猶如大學生一樣的 懂事故 然後又即將進入社會 非常幸運流水 把這個椅巴呢 放到後面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頭啊 從這個地方啊 先頭先轉180度 然後呢 老鼠的頭呢 往上推啊 先把這個背包往上面移一點好了 這個地方 背包這裡中間有個雙動關節 先把它也推開啊 這個時候呢 會比較方便我們去推這個老鼠頭 然後呢 他這個地方呢 做了一個齒輪的一個關節 啊 這樣轉動 呃 我只能說呢 嗯 齒輪關節在轉動的時候呢 玩具會震動啊 但是呢 會給你很好的一個回饋 這個玩具有反饋的力量給我們 但是他這種齒輪關節呢 是硬磨的啊 所以這個磨久了是會鬆掉的這一種啊 他並不是真正的齒輪關節 他應該只是齒輪形狀的一個兩個零件而已啊 各位還是要注意一下啊 再來的話呢 手臂這個地方啊 你看到這裡有個洞啊 橫著這個洞啊 你把它轉下來 旋轉180度之後 然後呢 去扣後面的這個圖 把它給壓進去 兩側都是一樣的啊 手臂翻下來 翻折180度之後 在這個地方 把他的這個 凸跟奧在這裡 做一個結合 呃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如果你變反的話呢 就是最後的手位扣不起來 啊 就記得啊 是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怎麼樣 把這個兩個 不見 往下壓下來 壓下來的時候呢 是記得 把這個 凸跟大腿側邊的奧 也扣進去 扣進去之後呢 把這個腳的話呢 這個部件往外折 再把這個 老鼠的腳呢 給往下掰 啊 不對 應該是 往外掰 這樣子 往外掰出來 這樣 好 變成這個形狀 然後呢 把這個老鼠的腳掌呢 擺到前面 到時候 它會以這個形狀出現 那這一側的話呢 我們就 這樣子選好了 它是這樣子了啊 人形的話是這樣 把它擺成這個 外內扒的感覺 然後這個部件呢 再把它往內收 然後再把這個腳掌 往前放 大概是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把這個 呃 鼠皮上面這個凸 扣進大腿側邊這個凹 把它給扣進去 由內往下 扣進 那這個地方扣的時候呢 我會建議呢 呃 兩邊的各自施力啊 把它扣緊一點 扣得越緊越好啊 因為呢 在後面結合這個部件的時候呢 有時候呢 你手會去 摁到這邊 或摁到這邊 會把這個地方再次給推離掉 啊 各位知道一些都行了 最後這個 手掌那個部分的請記得把它往上轉 把這個空洞處轉到上面來 我們要用到的呢 是外側的這個空洞 外側 外側的空洞 要跟上方 這裡有兩個 兩個凸做一個結合 這樣子把它給扣進來 轉動一下 等它給扣進去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 兩側都給壓進去 好的 那這個地方壓進去的話呢 有時候呢 會容易去蹦開 有時候容易去蹦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盡量的把它先給捏緊 一旦全部扣到位之後呢 就會比較緊實了啊 好 那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 呃 完成之後的一個老鼠的一個形態 那麼呢 這個地方啊 它只是 基本上只是放進去而已啦 並不能說扣得非常的緊 主要還是靠內部的結構呢 去把它給扣緊一點點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這個人形的頭啊 在這裡做一個暗中觀察的一個樣子 老鼠狀態下的話呢 尾巴的可動算很有限啦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尾巴的一個可動啊 是被這個兩個拳頭給稍微限制住的啊 那腳的話呢 你如果是往前動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會裂開 所以我們就姑且只當它有這個 這個根部這個球管 而且其實我是不建議你去轉動它 因為它還蠻容易 把後面這個地方呢 給撐開的啊 至少一波爽 這一款 前肢沒有任何的可動 頭也沒有啊 但是你不要忘了啊 這個呢 只是一個核心級 也就是的一個 Commander Class 是一個小比例的玩具 做成這樣子的話呢 已經讓人覺得非常的驚艷了 非常的驚艷了 你可以看到 這個變形已經堪比現在非常多的 Deluxe等級 甚至有時候 Voyage Class的變形呢 都沒有這麼複雜了 那上方的這個裂縫啊 這個就不用不用我說明了 稍微大了一點 老鼠的毛髮呢 是有一點點做了啊 有做出來一點點 但是呢沒有辦法跟這個過去的這個相比 這個法斯文就強的很多 但是級別不同啊 然後這也是已經是距今是五六年前的東西 那作為一款Commander Class 這一個老鼠的話呢 我個人可以說是極為的推薦了啊 啊 當然了 你作為一個比例來講的話呢 這個老鼠跟猩猩 如果真實比例 當然是不正確 但是在BW的動畫裡頭 這像不像的 我就這個說 各位 如果你熟悉一點的話 你就嗯 自己打分數吧 那我印象中 好像這個老鼠經常是這個 黑猩猩隊長 或是這個金剛王 是經常背著老鼠的啊 那今天的話呢 就給各位推薦了 這一款是目前C級三個玩具裡頭 我個人是最推薦的啊 那就進行到這邊 非常期待給我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